老师们晚上好 欢迎老师们来加入我们今天 由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举办的 急救包专场讲座 以前呢习惯说 欢迎大家来参加急救包递多少场 今天忽然发现我们的视频上 我们的这个页面上没有这个 number递多少场了 当然在周二我们已经办了第二十场 今天呢终于到了我们这个要 请老师们在学习了急救包之后 又把这些急救包的工具 运用在自己的网课运用当中的这个分享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 别人家的网课都上什么 怎么上 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四位class的会员老师 在我们的节目征集发出之后呢 收到了多位老师的这个报名 今天我们就先请以下这四位老师来分享 他们是严谨老师 陶晓慧老师 孙荣芬老师 以及崔士林老师 我们一会儿呢在每位老师分享之前 会依次来介绍各位老师 好 老师们现在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老师最近 老师们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决定这个暑假的这些培训呢 当然今天也看到很多老师提问说 class的这个网 暑假还有没有培训啊 好像听说5月23号就是这个急救包分享的第二场要 本季的这个分享会所有的网络培训就要收关了 请老师们不用担心 class一直呢会一如既往的支持老师们 即便是在暑假 先跟老师们卖一个关子 我们在周六的急救包网课分享的第二期 会公布我们class的暑期培训项目 好不好老师们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准时8点钟了 我们现在就隆重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分享老师 首先第一位呢是 来自俄亥俄州 columbus academy高中部的严静老师 严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word wall和story jumper 严老师先跟老师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晚上好 我是那个来自哥伦布的中文老师 我姓严叫严静 我首先非常感谢class在这段时间安排的那个急救包的网课 每次听了老师们分享的精彩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 都让我获益匪浅 我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想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上 今天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下是 我自己是如何运用这些教学软件的各种功能来解决 教学上的一些新问题的 首先我觉得在我是教那个高中的中文 尤其是一些高班的中文吧 我常常面临的一个挑战呢 就是如何扩大学生的词汇量 尤其是比较高阶的词汇量 还有呢就是学习和运用比较复杂的语法表达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平时我们一般是通过大量的课堂内外的练习活动来进行语言的输入 进行语言理解的那个测评 然后最后学生就能进行语言的输出 但现在在这个远程教学中要继续做到这些是我面临的一些新挑战 那面临新的挑战我就要学习新的技能 在这里呢我就拿我在class的那些网课上学到的这个word war和那个story jumper 来作为例子来简单谈一下我在制作那个高班中文课的课时 那些课件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吧 好啊首先呢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是AP中文考试的一个中央内容 内容为了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中国的四大菜系 我呢首先在lounge input的过程中就运用了word war的那个gru sort的功能呢 来通过介绍四大菜系的分类特点和一些代表菜 来给学生进行有意义的词汇练习 好那这就是那个在word war里头呢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制作的一些小的游戏和活动 那我要学生就说通过这个练习 他们就可以学到一些新的表达的方法 和他们跟不同的菜系之间的关系 做完了这个词汇的输入以后呢 我就要进行做句法方面的输入 那我还是用这个word war的那个missing words这个功能 然后呢我就来帮助学生在剧群的层面来学习 中国四大菜系的形成的原因 那同时呢也学会怎么组织那个篇章结构 那word war的这些功能呢 它就可以让我既可以在课堂上跟学生互动 也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来回家去练习 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练习 你在word war上面你除了用这个功能之外 你其实还可以把它变成别的游戏 让学生来做练习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是很棒的活动 那最后我再说一下在课后呢 我就因为在课堂上做了这些主要是网课 就是说面对面的那个synchronized的网课 那synchronized课呢 课后呢我就用storyjumper来让学生 写一本关于四大菜系的图书 目的呢就是为了检查学生是否对 已经介绍过的一些学习的内容 有正确的理解 那这是我一个学生的作品 我觉得做的还挺像模像样的 好 这是一本书 OK 那我觉得呢 这些软件的不同功能它都满足了 我在教学上的不同的需求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多多的探索 那现在我是已经付了word war的那个membership 我希望用它来更好地为自己的学生来服务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再次谢谢Class 老师的分享 四大菜系的内容相当精彩 我估计看到了这个四大菜系这么多美味的佳肴 很多老师尤其是西部的西海西海和加州那边的老师应该很饿吧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来自东部的马萨诸塞州 来自Arlington High School的曹小贵老师 曹老师 曹老师今天要为我们来分享的是Screen Testify 有请曹老师 好 各位老师好 好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 首先感谢Class团队的所有的老师的心情付出 让我们在疫情初期就能够学习到这么好这么多的小工具 让我们对这个整个远程教学的工具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让我们知道说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使用什么样的小工具 非常感谢那今天呢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急救包里的Screen Testify 好 我用这个Screen Testify呢 我是用在我的Level 4 就是中文四和五 这个 这是一个合并的班 我们的这个单元是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是一个电影 通过这个电影呢学生要学习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的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比较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跟现代的中国人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爱情观有什么改变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有四个教学环节 你要如果看屏幕的左边的话有这个深紫色的箭头是四个教学环节 在屏幕的右边在每个环节我大概用了什么样的工具 你们可以看到Screen Testify用了大概有三个环节都在用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今天主要讲我是在Instruction Comprehensive Input 也就是第二个环节中我是如何运用的 好那我们现在麻州就是我们学校的教学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可以邀请学生上网课 但是呢我们是不计Attendance 就是学生可以来可以不来 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教学不能cover到所有的学生 那这个时候呢Screen Testify就帮助我了 我把我的视频录下来 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在家里有空用自己的时间学习 就弥补了说有些学生不来怎么办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呢用Screen Testify呢主要就是说涵盖说 对于生词还有一些俗语 俞语还有一些句型的这种讲解 同学们好今天是5月18号 今天上午上课很高兴能见到很多同学 因为这周是AP考试 所以有很多同学不能来 我把这一周的上课的内容录下来 如果你们在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自己学习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首先讲了生词 然后同学问了问题 最后我们玩了GameKit 那我们今天视频里只包括第一部分 也就是生词 我对换下一页吧 然后我做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我就把它放到Google Classroom里边 就对于已经上完课的学生 他也可以用来复习 对于没有上课的学生 他可以知道说课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下个星期如果他可以来的话 他就不会特别紧张 他就会减少他的心理压力 对这个可以静音 然后我说的时候直接放就好了 静音放就好了 李老师你可以静音 对 那我们现在教学涵盖了大部分同学 但是还有一些同学没有涵盖住 就是那个程度特别好的或者是程度特别不好的学生 那在这一方面呢 我就用screen catify来做一个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 也就是我比方说我这个班有一个native speaker 那那些生词呢对于他来说都是太简单了 那么我就会给他一个直接做一个课题 他用很短的时间看完这个电影以后 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课题 那这个课题呢有个rubric 我直接给他一个rubric就会显得很生硬 于是呢我就会通过用screen catify这个小工具 来给他做一个视频 有一个详细的解说 他就会知道说我的expectation是什么 好请李老师换下一个slide 我录完那个视频以后会直接给学生发 通过email给他发过去 这个是对这个就是那个email 我会把rubric还有视频一块给他发过去 他就会很清楚我要让他做什么 好请李老师换下一个视频 下一个slide对不起 好那我现在总结一下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screen catify很重要 我记得有一节课急救包中的课里 建英老师提到过说 有这么多的小工具 我们没有必要说每个都研究 但是要找到针对自己需要的小工具 做一个深度和宽度的研究 我觉得对于我的教学来说 这个screen catify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它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 un-synchronized instruction 就是他学生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获得的一个instruction 第二个呢就是他可以differentiate学生的需求 那有一些学习程度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的 你都可以用这个小软件来帮助到他们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增进我跟学生之间的有效交流 第四个呢就是通过所有的这些呢 你就可以作为老师呢 可以帮助到有不同需求的学生 好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曹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来请来自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太义中学的孙荣分老师 你看我们这个真的是面向不仅是面向全美国了 刚才还在东部 现在我们一下就飞到了西海岸了 孙老师 好像我听说您是太义中学的第一位中文项目第一位老师 中文老师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好像很多年前我记得还在这个StarTalk新谈网站上看到过您的这个教学示范非常精彩 那今天也是不容错过我们孙老师来给大家分享这个运用FlipGrey来做蒙面歌手 这个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综艺节目之一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您来给我们讲讲怎么在中文课堂上运用 好 下面有请孙老师 老师们好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每周的二周二周四和周六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 就是期待着跟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一起学习一起分享 那李娜老师我们可以现在到下一个 谢谢 其实呢从学生的角度呢就是我们都有这个can do 那当然就是说学生他可以这个showcase他的learning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是在remote learning的这个special time 看一下学生呢他有的歌词他在生活中我们在交流中他会到 再有呢其实是让一些啊因为学生的个性不一样 有的学生呢很害羞这样的话呢给他一个机会 他可以呢把自己的用一个emoji 他可以把自己用一个面具给自己挡上 他可以啊在家里他可以这样放声的啊唱出自己的心声 嗯其实啊说到flip grade还有就是他可以听同学的听其他同学的啊 是唱啊还是说呀 然后呢他要给给其他同学自己的一些评论啊一些一些feedback 其实呢总的来说呢学生也反映就是they really really had fun啊 这是非常好玩的啊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嗯说到啊我们一般的来说呢唱歌唱歌呢从啊从哪里入手呢 通常我们就是啊我呢会先给学生看一下视频 然后呢呃有的时候是以视频的方式先开始 然后呢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以歌词的方式先让他们开始 然后可以有图然后有核心词然后一起做一下练习 学生呢可以呢先是因为我们中文毕竟是有声调的语言 我们也会呢啊朗读一下他的歌词甚至朗诵 然后学生呢他要写字用一些词他喜欢的词 他觉得有用的或者呢我有不同的要求他会呢 嗯造一些句子同时呢用在现实生活中当时呢啊当然了就是我们的评分标准 对于盲面歌手的评分标准呢我还特别的修改了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要看到大家的脸他有他会有面部表情会有eye contact眼神 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我就把它呢等于说的修改了一下 老师会看到呢这里有content这里有呢video 还有他的四声还有他的唱歌的这个发音 当然还有他的delivery 最后还有就是啊我们具体的他啊我们观众 观众啊受到的影响啊我们感受如何 然后整体上的他的参与就是的评分标准 那啊李娜老师啊然后最后我们的程序呢 嗯我们通常我们在啊我们学期用的是啊 Microsoft OneNote 我可以呢在OneNote上统一的给大家提 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链接 他直接点击就到了这里的链接 他就可以直接的summit summit以后我们的设想是还要大家猜一猜 因为他啊他是我不希望他用他自己的名字 他自己呢选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名字 然后呢加上面记大家猜一猜 最后再评估再互相评论 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的啊一起voting 大家选一选根据不同的category 李娜老师请看下一条 啊那学生一开始呢他需要一个啊范例 要一个例子那我就我说好这是孙老师的例子 你看一下我说就是我在家里 比如我我自己的名字我叫天使 那选了一个啊emoji 选了一个面具作为我的 只是给我的学生一些啊一些idea 甚至我说你看其实我跟他们讲 孙老师其实我穿的是睡衣 我在家里你看我穿的是我的这个 巴斯肉我的醉衣 但是通过这个特特特别的效果 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你周围的环境啊 他也不需要呢有的学生家里的条件不一样 他也不会觉得呢害羞啊 那旁边呢这是一个学生的独唱啊 他自己你看他的名字叫红瓜鸟 这是他的独唱啊 可以可以听一点点啊 老师们听一下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期待了很久成功的电影 这就是十二的生乡 自书中的鸣如帽头 他像如此生命一样 身后你是个海主 他就是十二的生乡 听你的还是他的 是时间是地球的 一个人们不过的 一百岁一千从九的 他也是蛮好张的 这一百二十三个 太好了 因为这首歌呢 也有说唱的部分 那下面呢 我想说呢 我们现在是在remote 我呢这个 我是要谢谢Sara老师 Sara老师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Sara老师的学生 他们尽管是在疫情期间 尽管是在这个remote learning的时间 他们submit了这个 China Tui的这个 National的 Kala OK的比赛 那也进入了决赛 我就跟我的学生分享了 Sara老师她的学生们的合唱 那我鼓励我的学生 我说呢 当然这是individual work 你是个人的功课 我说如果你可以做到 在网上 你可以呢 work as a group 如果是小组一起做 也可以 那学生呢 就是四个男生 四个男生呢 他们一起唱的 你看有四个不同的面具 蒙面 我们看 让世界充满爱的下面 好对 看一下 这是一个 害羞的一个男生 看一点 大家好 我叫艾特 我在美国 华盛顿州 大卸土地区 维尔维尔市 今天我唱歌 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被你把羊泪擦高 没关系 不用饭了 就是说她唱歌结束了 她自己 她加上了 她对大家的真心问候 好的 她用中文说得非常的棒 最后一点 对 最后 谢谢大家 我希望你们健康和高兴 好好保重 再见 So sweet 所以我让同学们就说 结合歌里面的歌词 因为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互相的祝愿 平安 保重 还有就是男生独唱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 都是在家里 就像是被囚禁的鸟 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唱这首歌 这个我们不用放了 但我很喜欢学生 找到的她的面具 你看用这个企鹅 表示的是 我是一只囚禁的鸟 被囚禁的鸟 下一个呢 我就跟老师分享一下 学生呢 我要求他们听 互相听同学的录音 然后呢 选择 我是说呢 每一个同学 你要选三个同学 然后你可以呢 给他们提供你的评论 他这个quizlet很好 当学生comment以后 我的电子邮件 我特别的设置 我是可以收到这个notification 那就是我电子邮件 左边您看这个图 是我电子邮件接到的 说我的学生已经 已经在flipgrid评论了 然后我就立刻点击 你看有这个flipgrid的点击 还有艾德克的点击 那李娜老师点击一下 大家就可以听到 听到同学的评论 这是必须是视频的 我很喜欢你的录音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快 我知道是很难的 我很喜欢你的录音 我觉得你是好棒的 求中文的人 好棒好棒 我是要求他们 我说希望你要多用中文 我说根据你中文的程度 我说要尽可能的多用中文 尽管在你的评论中 你也要多用中文 学生他齐齐互相的 他们喜欢互相听 然后还可以点击喜欢 like 下一章我们就到了 非常大家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通过学生通过这个活动 这个就是说蒙面歌手的 这个project 我们唱了一些歌曲 比如王力宏的十二生肖 还有就是让世界充满爱 那是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一月份我们就已经开始学这支歌 就是表达我们 这个就是对身在疫情的 那些中国的同胞的 中国的一些 比如武汉呢 全国各地 我给他们看了录像 学生开始学那支歌 然后就开始学了 我是被你求见的鸟 然后就是洗手 洗洗手 就是这些歌曲 那我们最后呢 通过这些歌曲 学生呢要做评比 其实呢我们是为了包容 每个同学都会啊 都会有最后得到一个category 比如说最酷的面具呀 最好的装扮呢 或者说大家根本猜不出来 最有才了 最搞笑的 就是这些老师会看到 难猜很难猜啊 有的声音好像是变了 有的学用变声唱的 有创意的 同学们有的是觉得又惊又喜 有的学生平时 大家觉得他不唱歌 他通常都是从来不唱歌的 通过这次的活动呢 甚至有的学生 家人和兄弟姐妹 也带动起来 所以我们全班同学呢 一起就是说的 分成了这些不同的category 让每个同学都有 都有个得到一个 就是说的 受表扬的机会吧 都可以得到表扬 好 谢谢孙老师的精彩分享 孙老师 我决定今天晚上 我们节目的这个结束曲 我就要播放您刚才 学生唱的这首 《让世界充满爱》 好不好 谢谢 好的 老师们 在我们在介绍下一位 第四位老师出场之前呢 我在这里不得不再 回复几位老师的这个问题啊 有几位老师私信我 刚才私信我说 刚刚听说 class在本周六就要最后一场的 这个分享会 培训要结束了吗 我想跟老师们澄清一下 class呢 是在本季的这些急救包培训 是要在5月23号晚上星期六 就要是最后一场 就本季就要收关了 但是class对老师们的支持 永远不会停止 我们在这个暑假呢 也会为老师们推出 特别的这个暑期培训项目 也请老师们敬请期待 好不好 我们周六公布 大家不要着急 我已经连续收到了好几条了 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里再插播一下 好 谢谢老师们 我们接下来有请第四位老师来 我们又从西海岸回到了这个中部 引连纳州的崔士林老师 崔老师不仅在他们学校担任中文老师 也是担任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交流中心的主任 对不对 崔老师 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学校名字吗 好 谢谢李老师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崔士林 那我来自印第安纳州 我们的学校叫做 Bubub Jusquid Preparator School 有点长 那我们学校是个教会学校 教会型的高中 那因为是私立学校 所以我们学校的人数不多 一共大概只有八百多人 那因为我开始创建我们学校的中文项目 所以现在大概是第六年 那我们因为人数少 所以我们中文基本上都是小班的教学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怎么样用Nearpod 还有Screencastify来上我的中文课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非常谢谢Class 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急救包 能够现学现卖 然后马上学了 就可以马上用在我们自己课堂上 非常使用 真的是非常感谢 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学校的网课基本上是混合型 就是hybrid 所以我们一个星期 每个班是上两次课 那每一次 那我是一次是线上跟学生见面 另外一次的话就派作业 所以老师在这个slide上面可以看到 那因为我用是Google Classroom 所以呢 我先把生词表 先po在Google Classroom上面 就在我上第一堂课之前 先放了生词表 然后我用Nearpod做了一个课 做了一个课程 那Nearpod的好处呢 我们等一下会再说一下 我Nearpod里面内容有什么 那当学生不上课 我们没有上网课 学生在家的时候呢 这下面是四项作业 是我派发给学生的 第一个 因为我既然有生词表 所以我用Quizlet做了一个set 那学生就透过Quizlet去练习他的生词 然后呢 我也让学生看了洗手歌 我用Nearpod做一个洗手歌的课程 让他可以去反复使用这些生词 然后可以让学生熟悉这些vocabulary 接下来呢 我让学生看一个App Puzzle 那这个App Puzzle的短片呢 是有一个在北京做了八年的一个美国人 他回到美国之后呢 他对于美国政府怎么样去处理 pandemic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那等于也是一方面让学生来复习一些生词 另外一方面也让学生听到他的 他所讲的一些句子 最后我让学生用FootGrid来做一个视频 那说说看他们在家做一些什么 好 那老师们您在左边 这是我Nearpod的一个screenshot 那基本上呢 我是先做成Google Slide 然后教学生生词 那Nearpod的好处就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因为现在CEI非常强调就是brain break 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么多生词 我就会停下来 然后跟学生做一些互动 所以老师您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生词叫必要企业 所以当我们上完 这里面的六个生词的时候 我就会停下来 透过Nearpod里面一个collaborate board 然后让学生来发表一下 他们觉得什么样的business 是所谓的essential business 那这样也等于是让 透过collaborate board 学生可以看到其他同学 他怎么想法 等于也就让学生不是一直在 一直在灌输学生不同的生词 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在右边呢 老师们可以看到这个quizlet quizlet有非常多的功能 那我这次选的是 让他们做learn and match 那因为我整个课程的设计的话 是希望他们能够 不断地熟悉这些生词 所以老师您在这个quizlet上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图片 因为有关于新冠病毒的一些生词 可能平常学生日常生活中 并不会用到 但是他们如果看到那个照片的话 可能他马上一看就知道这个意思 那这里是一个洗手机的视频 那一开始呢 我会先让学生先看他的生词 那在这生词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字词 都是我们先前学过的 所以我才highlight一些重点 那可能很多老师都已经透过 网课来教过这些首歌 它有非常重复的部分 所以呢 让学生非常易学易懂 而且里面有很多动作 学生也非常喜欢 那接下来是在nearpod里面 一个matching的一个功能 让学生再重新再复习一下 这些生词 因为他看完了这首歌 然后试试看 可以做一个comprehension check 他还记得多少 先前学过的一个生词 所以老师您可以看到 如果学生选的配对的答案 是正确的话 就会看到有一个goal 那最后呢 我加一个小视频 这是台湾的CBC 他所制作的一个 所谓洗手期自觉 教人家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洗手 那我加一个小的一个 问题 等于做一个comprehension check 那我的这个洗手歌呢 基本上等于算是 整个生词教完以后的一个wrap up 让同学等于当作一个 复习的一个工具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讲解就是 我怎么样用google slide 加上screencastify 来做一个毕业的短片 那我这个班呢 是从高一一直上到高四 都没有人退选过 所以这个班感情非常好 因为大家就像个小家庭一样 那每一次我们做一些活动 比如说包饺子 或者是做炒饭 或者是做各种不同活动 我都会拍很多照片 那我就想说最后 用这些照片做一个slideshow 当作是一个画下美好的句点 所以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slideshow放给学生看 学生看得超感动 那后来我也把这个分享给家长 那家长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的感动 因为看着他们孩子从freshman 一直到现在高四要毕业 所以有很多的感触 那根据我自己做这个slideshow的过程呢 有一些心得跟老师们分享 就是如果您做slideshow的话 可能当您要分享的时候 那个sound file 那个音档 有时候没有办法carryover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用screencastify 我让它自动播放 然后用screencastify 这样来录下来 这些年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 有过痛 还记得前途什么 真爱的我 在后 会寂寞 会回事 终有 终有 在心中 等有一生 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 你住了 一辈子 你生气 你久 朋友 不曾 担骨 好 那李老师我们就先看到这边 那谢谢李老师 那 因为 我用了screencastify 录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自己的电脑听起来音效是蛮好的 可是从screencastify 放出来有时候 那个声音会有点sharp 那所以老师之后如果要录的话 可能有老师 如果有老师 知道怎么样去改善那个音效的话 麻烦请告诉我 那或者你也可以用iMovie 但是iMovie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这样可以做更好的部分 那老师们可能 从那照片上面都可以看到那孩子 从很小很小 然后光看他们脸 就知道他们其实长大了非常多 那 这也是 就让他们回忆一下 他们在四年做一些什么 那他们也是就超感动 看完之后 然后就觉得非常感动 让他们分享一下 对于中文课一些想法 对 好 那我们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的精彩分享 今天听完了四位老师的 这个精彩的运用 在自己的网课运用上之后呢 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提救包的几位 这个讲师老师们 像叶金慧老师 他讲授了这个flip grace screencastify word wall 今天也都呈现在了这个 老师们的分享当中 还有我们的精彩老师 讲了这个 game kit story jumper 还有这些 google tour creator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周一华老师 分享了 几位老师呢 都教得非常的透彻 特别感谢老师们 当然也特别感谢 今天四位老师的分享 老师们 如果您现在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这个留言板 留言啊 刚才因为已经有一位老师说 可以用 Adobe spark video 做视频是免费的 还有老师有问题吗 好像刚才看到前面 有老师在问这个 孙老师的学生的这个唱歌问题啊 孙老师 对 有一位 我看了 嗯 您说学生可以自选歌曲吗 是中一次的学生吗 对 学生呢 我看到老师的问题 我在读这个chat啊 学生呢 是自选歌曲的 我给学生有两种选择 我呢 给学生提供歌曲 还有呢 如果学生自选歌曲的话 他要先发给我 我要先看一下 得到我的批准 因为现在歌曲很杂 所以我要觉得内容呢 各方面呢 还有呢 他如果他自己选歌曲的话呢 他还要自己 然后提供一下里面的核心词 然后因为我是 学生知道 现在很多用网上的translation 他会翻译句子 我是不允许学生这样做的 学生可以这样 还有老师问到 需要多长时间 我看有老师问 准备了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呢 要看歌的长和短 那长一点的歌呢 我给他们两周的时间 像短一点的歌 那首我是被你求救的鸟 非常短 所以呢 那一周时间就可以了 好的 最新的一个问题就是 蒙面歌手的同学评价 会不会暴露出来学生是谁 也就是说 没评价的那位就是歌手 其实啊 他们互相都不知道是谁的 只有可以看到 他们真实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FlipGrid 他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可以 老师还问这面具怎么加上去的 就是FlipGrid里面有很多 很可爱的emojis 把它放大 你把它放大 根据我们人的这不同的脸型 你就可以调整 非常可爱 这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 李娜老师刚才 您看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就周期有多长 我觉得好像您刚才已经回答过了 对不对 对 最后你说对 你刚才说学生的评论 所以他互相是看不到 互相他是听不到的 但是评论的时候 评论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评论者的脸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要求 我说因为我们是 我说这是我们班里的community 我说我们这个不是为了commercial 我说希望你呢 在因为他FlipGrid 目前只有video的评论 没有audio的评论 所以我说你也不需要晒 我说如果你很晒的话 你不需要露你的脸 但是我们还能听到你的录音 你可以放你家里一张照片 或一面墙 但是我说我希望我们知道 谁是在给同学们做评论 这样的话 同学们他会很感激你对他的评论 是这样的 还是有老师感兴趣 就是说如果有的学生不喜欢 或者不会唱歌怎么办 对 所以我说可以 我说朗诵 我们说朗诵歌词 都可以 我说不可以读歌词 我说读的话 那就不是presentational了 我说你要make sure 你要你有你的观众 对吧 有那种表演效果 我说好像你在朗语首诗一样 对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好像我看老师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准备是一周或两周的话 那每周上几次课 每次课多长时间呢 我们其实啊 我们一般这个歌曲 我不会用整个的五十分钟 我们都学唱歌的 我们会翻成不同的步骤 比如说刚才我这个slide里面 介绍了一些整个的流程 大致的就是说interpreted 对吧 interpreted viewing和listening 对吧 先是听 先是看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些很多图片 对吧 图片和歌词 然后呢match 然后学生练 然后学生我们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作业 我的学生都知道的 叫每天的口头练习 所以我说歌词短话 他要一天 要么就读三次歌词 他自己练习嘛 要么就是唱三次歌 要练习唱三次 长一点的呢 一次两次就可以 所以学生慢慢的都能够耳熟能详了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您的这个节目啊 蒙面歌手 朗诵的话 需要一对一的辅导学生吗 暂时的话 因为有我的录音呢 学生可以听我的录音 因为我们玩note 我们的玩特别的方便 玩note上面直接点击 就可以 audio recording 或者是video recording 所以我会学生 我只要一push out 他到我的content library 都可以看到 好的 给他们YouTube视频 或者是一些官方的视频 您刚才的学生 看着像是初中生吧 是我的学生是六七八年级的学生 刚才让世界充满爱 这个学生非常的内向 他是从九月刚开始学中文的 以前什么都没有学过 还有第一支歌 那个女生读唱也是 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孙老师 那我们再来一个问题 是针对我们今天 所有四位老师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麻烦老师们跟大家分享 请问怎么完成作业管理问题 就是说如果班上有20个学生 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软件 是否会帮老师们提醒学生 他们的作业没完成 谢谢 四位老师 哪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您 是怎么来管理这个学生作业问题的 我相信每个学校的这个系统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的是Google Classroom 像孙老师您那边西海岸 估计同意都是Microsoft Team吧 微软的 我们用的 而且这微软的OneNote 我已经用了三年多了 非常好用 就是说对 尤其是就像学生都有Portfolio 所以我的每个学生 我只要是给他都是以Tab 他有不同的Tab 如果我放在Content Library 学生是不能修改的 他呢可以CopyPaste到他的OneNote 他直接呢可以在网上做功课 他在电脑上可以写 尽管但是我们实体教学 我还是鼓励我的学生用手写 用笔写 因为我们中文的汉字和电脑的感觉 写起来不一样 但是我就再回到老师的问题 我们去OneNote每个学生都有 他自己的话他一打开 我是现在我们现在变成每周的功课 我会有weekly 每个Tab是不同的星期 他呢然后他自己有folder 比如第四个quarter我的功课 第四个学期我的功课都在下面 清清楚楚 什么时候教的 几点教的都很清楚 好的 我看到我们的崔士林老师 今天晚上分享的 参与分享的崔老师 在留言板里面说了 NearPod这个功能report 可以看到哪些学生做了作业 那我也想到我们急救包之前的 Sara Zhao老师讲过Converse 还有老师讲过Schoolology 所以就是真的是看您学校的系统 对不对 每个系统 金老师也讲了这个 上映周二讲了这个Story Jumper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节目就到这里 就时间刚好 可以结束了 然后也特别感谢今天来参与的四位老师来分享 特别感谢你们 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视频 我就把这个页面到第21页 不对应该是第20页吧 好 我们来听这个让世界出满爱 让世界出满爱 好 谢谢老师们的参与 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急救包分享第一场 在周六呢我们会有第二场分享 当然同时也会公布我们class的书期培训项目 请老师们关注 不要忘记报名 让世界充满爱 来自西雅图的学生 感谢 我们同时也会公布我们同忍受 没有太多的语言 紧紧的握住你的手 这本文意就会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奉愉 我们共追求 我们正存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举言 举言你幸福平安 谢谢大家 我希望你们健康和高兴 好好保重 再见 借用这位可爱的孩子的同言同语 老师们保重 我们星期六晚上再见 谢谢老师们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